Hello大家好,Gchannel 一言外界所料 昨晚杭州市体育局突然发声明 决定取消亚根廷国家队下决到杭州进行的友谊赛 声明指出作为商业赛事 说早前某公司与亚根廷合谈 下决到杭州进行友谊赛 由于目前众所周知的原因 据向主管部门了解 该赛事举办条件不成熟 所以已经决定取消 根据原本安排 阿根廷国家队将为三日中国行 对阵非洲球队尼日利亚和科特迪雅 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 相信不用多提 大家都知道 就是美斯在香港失场 关键是知道阿根廷国家队中国行取消后 美斯的态度是如何 原来美斯在消息之后的两个小时 开始更新自己个人的社交媒体Instagram 是十日以来首次更新 放出即将在超级碗比赛中投放的广告 是的,美斯还没有任何回应 别说道歉 也就是说 就算阿根廷国家队中国行的比赛都变动 他本人依然无动于衷 可以看到球王的态度根本不在乎 所以算吧 事情到这个地步 美斯似乎都不愿意说些什么 即使霍啟光早前再度发表文章 表示希望美斯、国际迈阿密 包括球队主席碧涵和主办单位 都应该给公众一个交代 似乎就是一厢成员 据对地媒体报道 中国的球迷纷纷就说 就算阿根廷国家队来中国比赛 都希望大家能够令到比赛空场 谁都不要去 不看美斯不会有事 大家都应该拿出自己的风骨来 看来美斯激怒了中国的球迷 虽然他好像不太在乎 但在中国的市场级级可危 好,这一集 听众生家都想支持我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